无人装备的快车道上,土耳其是头部里的佼佼者,像俄乌战场上的TBR12月份在东地中海完成的无人机与水面舰艇联合行动,如今与战机搭配的安卡3隐身无人机也已完成是非,其显然是致力于以多种功能强大的载具来构建自身军事力量。 本期我们就聊聊土耳其新是非的安卡3无人机,以及其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协同作战。 名为安卡3飞翼构型的隐身无人机,是土耳其自制的第一架深度打击无人机。 2023年12月30日时,据卫星新闻报道,该款无人机曾成功以270公里时速在2.4000米高度下持续飞行了一小时十分钟完成首飞。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更是在X平台上贴文表示了对无人机潜力的认可。 他说,希望我们的飞机将以其先进的技术、设计和功能为我们国家的防御做出强大的贡献。 安卡3与传统无人机相比,安卡3最大的不同是其采用的飞翼构型。 飞翼构型,即飞机气动布局中的飞翼布局形成,是既没有平尾也没有垂尾的全无尾的布局。 因没有确定的机身,所以成员、设备和有效载荷都置于机翼里。 细分之下,还有一身融合体布局,与之区别,是其可能存在短舱、吊舱、垂直安定面等凸起部件。 当今主流飞机的同体加机翼构型,普遍因其机翼几乎垂直于同体侧面,导致飞行时阻力较大。 为解决这个短板,一身融合概念应运而生,并早已进入实践阶段。 其常见的做法,是在无人机机翼与机身交接处安装一个整流罩,是二者之间圆滑过渡。 如米格29、苏27、F26、F18等战机都采用的这种设计。 而之后出现的一身融合体概念则更进一步,其强调把飞行器的机翼与机身彻底合成一体来设计制造。 之间的过渡没有明显的界限,这种飞机也被称作一身融合体飞机,外星类似海洋中的浮奔,我们熟知的如B2、X47B等皆是如此。 飞翼构型的优势之一便是消除了机翼与机身交接处的直角,有助于减小飞机的雷达反射界面积,以追求极致的隐身性能。 像B2的威慑性就源自于它出众的隐身能力。 其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独特的气动外形和光滑的外表,可以将大部分照射过来的雷达波折射,使雷达波无法形成反射。 并且其内置弹舱和起落架收回舱,均采用锯齿边缘设计,可以确保在使用时不会对隐身效果造成大的破坏。 R是B2的机身表面,涂抹了一层雷达吸波材料,配合隐身气动外形,使拥有庞大身躯的B2,在雷达上的RCS值仅与一只小鸟相当。 除此之外,B2发动机进气道和尾喷口也都被隐藏在脊背上,并进行了红外隐身处理,降低了在空中被战斗机红外探测系统发现的概率。 放到安卡三无人机上,相信也能凭借优秀的隐身性能来执行需要穿越敌方雷达区域的任务。 飞翼构型的另一个优势是能够提供更多的机身空间, 同时,类似箭头的机头与后掠机一身的结合,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生理体,从而使飞机能携带更大重量的货物起飞。 另外,按照有关方面的说法,飞翼构型可以使飞机在飞行时减少30%以上阻力,从而降低更多的油耗。 凭此三点,飞机可以在空中携带大载核飞得更久更远。 如1999年3月24日,两架B-2从位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经过两次空中加油,连续30个小时的飞行后, 向南联盟预定目标投放了32枚空地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完成实战手袖。 又或是2003年3月28日夜间,一架B-2在伊拉克上空投放了两颗重达2100公斤的EGBU-28精确制导炸弹。 准确命中了巴格达式的一个通讯塔等,都证实了飞翼构型载荷量和航程的强大。 而同样采用飞翼构型的安卡三无人机,其武器筹载量也相当不错, 其内部储存舱可以携带635公斤弹药,若是加上机翼挂点上的组合, 携载量将超过1450公斤,而且搭配的武器种类也是多种多样。 如美国生产的500磅MK-82炸弹,或土耳其的SOMJ远程飞弹等, 使其在作战中拥有多种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飞翼布局的优势让美空军看到了未来加油机、运输机, 乃至多用途战机的发展方向。 2023年8月中旬,美空军正式宣布以Jet Zero公司设计和制造的全尺寸演示机为蓝本进行探索, 与以往加油机、运输机有所不同,这种全尺寸演示机采用的正是飞翼构型, 再准确一些是翼身融合体布局。 只是与采用飞翼布局的隐身轰炸机不同, 加油机、运输机,哪怕是民用客机, 更加注重机身容量和经济适用性, 所以其发动机布局肯定有所区别, 但飞翼布局本就设计困难, 细微的变法就会让研制者面临诸多飞控难题和技术挑战。 即使突破难关能飞了, 后期如何高效维护保养, 如何适应机体结构变化来改造机场设施等, 也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好在目前已有一些成功例子, 不至于让美国空军失去信心。 2020年2月举办的新加坡航展上, 空客集团就曾展示过一款采用一身融合体设计的 MARIS飞机模型, 据称MARIS的样机曾在2019年6月进行过测试, 又或是NATILUS的自主货运原型机试飞成功, 其已成功完成扣纳支线飞机小型原型机的 多次飞行, 验证了一身融合体设计的有效性。 按照此前的说法, 他们的目标是将飞机航程增加60%的货运量, 同时将成本降低60%, 货机系列包括一架3.8吨有效载荷的短途支线无人机, 60吨有效载荷的中远程无人机, 100吨有效载荷的远程无人机, 以及一架130吨有效载荷的远程无人机, 且均可使用现有的地面基础设施和标准航空货运集装箱。 回到安卡3无人机, 该无人机还是台安卡无人机系列的第三个成员, 具有与安卡和安卡2无人机类似的航空电子架构和地面控制站, 因此可以一起执行许多任务, 如操作和通信中继等, 甚至在未来, 安卡3可能会用来搭配本土设计的TF-X隐身战机使用, 或是与向美国求购的40架F16, 以及打算购买的台风战机一起。 总之, 安卡3是一款能够利用空对地弹药, 空对空弹药和雷达系统, 执行侦察监视和情报等不同任务的高性能无人机。 如今无人化装备正急速发展, 一般来说, 无人机的优点就是其搜索范围和通信距离远, 仅受制于续航时间, 无人艇却恰好相反, 其优点是续航时间长, 但搜索范围小, 通信距离近, 那若是将两者优点结合进行协同作战, 能否构成空海立体协同系统, 从而提升无人机系统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呢? 甚至是面对一些常规有人舰艇缺位的情况下, 是否也能有效协同, 进行长时间的情报收集, 监视、侦察、攻击等任务。 目前, 土耳其国防部已完成初步的尝试, 实施了世界上第一次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机的联合行动。 据悉, 此次行动设定在东地中海附近, 一艘长232米的目标船, 首先被TBR无人机探测到具体位置, 随后目标信息被传送到由八艘信天翁无人艇组成的 Albertors-S水面舰艇群上, 最终有其中一艘无人艇击沉了靶船。 无人机艇的协同作战, 理论上讲, 只要水上作战区域有能应用无人机的地方, 就有实现机艇协同作战的可能, 十分有操作性。 因此, 世界各国纷纷投入了对无人机艇协同作战相应装备和技术的研发, 并积极验证机艇协同作战理念的可操作性。 此次土耳其的试验就是其中之一。 通过土耳其的试验, 想要试验无人机艇协同作战, 作战平台首先要具备超视距通信的能力, 像TBR的通信距离为300公里, 新天翁无人艇则配有用于群内短程和超视距指挥控制的射频通信系统, 窄带卫星通信系统, 以及4.5G LTE通信系统, 目前来说够用。 但协同作战的关键还是自主协同控制能力, 像TBR是可以实现安全自主飞行操作的, 其传感器融合先进算法, 配合惯性导航系统, 即使没有全球定位信号, 也可以实现精确导航和自动着陆, 而信天翁无人艇本就可以在机群行动, 也可以在独立导航和执行任务, 其控制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编队, 调整导航避开障碍物, 同时执行的任务还可以在机群之间自主分配, 可见其自主能力之强, 早已扩展到任务规划, 任务分配, 传感器融合和动态路线规划上, 允许其根据周围各种环境情况的不同, 自主进行调整或结束任务。 综上所述, 无人机艇的协同作战, 是未来海空战场上作战的新方式, 先由无人机原底侦察捕获目标, 后由无人艇机群实施攻击。 当然, 就目前而言, 无人机艇想要实现高效作战协同, 还需解决能源, 通信干扰, 单平台携带弹药有限等, 常见的无人武器系统问题。 好了, 关于土耳其安卡三飞翼构型隐身无人机, 和其探索的无人机艇的协同作战,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